2023年作为鬼卯兔年,当然要来扯一扯兔子 今天不扯地上的兔子,不扯月球上导药的兔子,不扯四川的兔子 专扯博物馆里最出名的那几只兔子 等你了解完这几只兔子,相信大家必定会祥瑞缠身 让古人的智慧与可爱和我们同在 玉兔,新石器时代,现藏于安徽省文武考古研究所 1987年出土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寒山县铜闸镇临家探遗址 临家探文化与红山文化两主文化并称为史前三大玉文化中心 1985年的秋天,临家探的一位村民在挖土时 一不小心便打开了这座史前宝库 随后1987年考古发掘正式开始 出土大量史前器物,其中就包含这只玉兔 直至今天,临家探的考古工作依然还在进行中 临家探已只是属于华夏第一人文圣祖有潮式的聚落中心 临家探发现的这只玉兔可能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兔型宝贝 这件玉器整体呈黄白色,表面光滑 右侧明显有一只兔子握着 嘴巴前身好像在嗅着什么美味 虽然没有腿,但是从形态上来看十分的灵动活泼 玉兔的下部有三个圆孔 那么这件东西是干嘛的? 极有可能是5800年前梳子的书背 那个年代梳子的书身通常是用木头或象牙 所以早就化为灰烬了 只剩下了这个书背,想不到吧 5800年前的家人们 比你现在用的书子要精致多了 在合肥或有计划去安徽玩的朋友们 可以去看看这只全球第一兔 黄玉兔,商代,现藏于河南省博物院 咱们上一期河南博物院正好介绍了 父子墓的发现与女战神的专用萧尊 今天的第二件兔子 同样是来自河南安阳殷墟的父子墓出品 这件出土的黄色玉兔 身材微胖,匍匐装,长耳厚贴 用两个大圈圈勾勒出萌萌的大眼睛 雕琢简洁,线条流畅,润色饱满 前族处有一孔 说明当时就是用来穿机佩戴的 作为中国古代第一位女将军 父子先后击败过土方,遗国,鬼方等20多个小国 统领过沙王朝一半以上的兵力 是名副其实的女战神 这件随身出土的黄色玉兔 是不是瞬间就把女战神从神坛又拉回人间 让女战神瞬间变成了一位 看到可爱物件就两眼发光的精致姑娘 兔子浴室直到最后都陪伴在女战神的身边 说明父子多么喜欢这只玉兔 所以女战神应该也没有那么高冷嘛 典兔尊,西周早期 现藏于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 周潮是中国青铜铸造的巅峰时期 尤其喜欢结合各种可爱的动物造型 这件兔形尊是目前所知 中国最早的唯一的利兔形尊 这只兔子细看其实非常生动精妙 长耳上扬,短尾下肤 好像就在准备打盹的时候 突然被哪个混蛋的马蹄声惊醒 吓得起身四处观望 随时准备逃跑的感觉 兔尊背上还有一只俯卧的小兔 作为盖钮 并且有十三字名文 讲述一位名叫典的贵族 得到了周王赏赐给他的一把弓箭 于是便欢天喜地地制作了这件兔尊 来纪念这件事 鸦片战争以来 超过一千万件文物流逝到欧美、日本 和东南亚等国家地区 新中国成立后 也就只有15万余件文物都可以送过 这件约3000岁的兔尊 便是中国保力集团从海外回购的 镜侯兔尊西周晚期 现藏于山西省博物院 1982年至1992年 山西省曲卧县曲村范围内 重要古墓几乎均被各路高手细节 为弥补损失 考古人员开展抢救性发掘 这件青铜兔尊便是来自 其中大名鼎鼎的镜侯墓群中的镜侯墓 没到过镜国博物馆 就不算来过山西 镜侯墓群除了有超大面积的车马坑 还有绝美之宝镜侯鸟尊 逆天月气镜侯苏中 又扯远了 今天是专门讲兔子的 这件兔尊通体磨砂外表 红里透黄鲜艳亮丽 仔细看这兔子 和楼上那只竖着耳朵 准备逃跑的不同 这只是贴着耳朵 安静的趴着 非常惬意 感觉已经被主人摸头摸得快睡着了 出土的时候 兔尊那年有残留物 通过化验发现 正是三千年前的九 我国目前考古出土的青铜兔尊非常少 但是目前在镜侯墓群 却出土了七件兔尊 其中镜侯墓中有四件 他爸镜茜侯墓中有三件 为啥镜侯父子二人偏爱兔尊 目前完全没有答案 要么就是他二人都属兔 要么纯粹就是喜欢 最近上海博物馆问山西博物院 借了一只兔尊正在展出 想去解开镜侯爱兔之谜的朋友 可以在两个地方见到他 千万不要错过了 双兔车位西州 县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都有藏 在木兰茨中 双兔傍地走 安能变我是熊茨 所以大家猜猜看 这两只兔子谁是死谁是熊 答案揭晓我也不知道 因为真的分辨不出来 双兔车位 双兔立于胃筒上 臀部项链 奔跑状 整体铸造非常精美 而这样的写实型双兔车位 在西州车市中非常罕见 这件双兔车位估计是博物馆里面藏的 唯一奔跑过的兔子 因为位是位于两个车轮的外侧 套在轴的最外端 是用于固定车轮防止轮子脱落的 所以当马车跑起来的时候 这两件兔子便跟着一起转了起来 越跑越快 没想到吧 古人的设计心思真的是太微妙了 敦煌三兔早景 随代 为敦煌莫高窟407号时窟 在窟的顶中央早景有着神秘的三只兔子 画家用巧妙的构思将每只兔子的两只耳朵中的一只重叠 看似三只兔子只有三只耳朵 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每只兔子都有两只耳朵 虽然是静态的壁画 奔跑的兔子与连心外飞翔的飞天 飘旋的天花方向一致 构成永不休止的旋动感 不出意外 这可能是地球上第一幅视觉欺骗性的GRF动图 这神秘的三兔共耳相逐图案 其实在世界各地都有出现 例如13世纪欧洲的中世纪教堂 13世纪埃及叙利亚地区的彩陶碎片 13世纪的伊朗托盘 16世纪拉达克王国内的寺庙 18世纪的犹太墓官 神秘的GRF兔子似乎无处不在 所以迷倒了全球很多的考古学家 艺术史家 摄影师 以及平面设计师 甚至还有人专门为三尔共兔图 成立了一个研究会 曾有人花20多年的时间 追逐三尔共兔图案 最终在敦煌找到了源头 壁画中清晰的早景图案 使他们相信三兔共耳图案 饰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 由中国传入欧洲 那么为什么是兔子 为什么是三只 为什么会共耳至今未解 比较能解释的便是来自道德经 佛本身经传和易经 剩下的就交给大家发挥和想象了 青铜错经兔福 三国之近代 现藏于上海官复博物馆 说到兵福 一般你所见到的都是虎福 毕竟是百兽之王嘛 这里要介绍的是一件 同样可以调兵遣将的兔福 兔福用错经工艺打造而成 就是在青铜上刻画处凹槽 填入经后再搓平 这件兔福上的文字 大部分已经无法识别了 但依稀还能看出来皇帝二字 皇帝二字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才有的 取于三皇五帝中的两个字 而战国时期的兵福 绝不会出现皇帝二字 只会出现王这个字 唐代的小说达人张卓 在《朝野千载》中曾有写 以兔子为福瑞故也 所以这件兔福具体是什么年代 哪里出土 真的是用来调兵遣将的吗 目前已无从知晓 但是大家不妨想想 全国上下到底哪里最爱兔子 关于兵福 未来会在介绍陕西历史博物馆中的宝贝 杜虎福时再进行详细的介绍 华石兔 唐代 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这件来自唐代的无线鼠标 不对 应该叫无线兔标 造型圆润 手感丝滑 精度极高 应该是当时唐代贵族玩家 吃鸡池专用的必备利器 不瞎扯 这件华石兔 其实是1956年即为工人 在西安市东郊的韩森寨修水道时 非常不意外地从挖出的唐代古墓中发现的 太平盛世时期 兔型玉器因为寓意优秀 所以在当时非常流行 但唐代玉石较少 所以基本都是用华石来代替预料 华石兔是干嘛的呢 便是当时用来压席子四个角专用的 叫做席镇 2013年的时候 陕西省文物官方微博就发表过 这件唐代华石兔的动态 并且严重声明称绝飞鼠标 这条声明当时就让这件鼠标名声大噪 如今这件华石兔就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的第三展厅 期待着你去跟它合影呢 白佑点黑彩兔唐代 2020年9月 纽约加什德拍卖会上 一只来自中国唐代的小兔子 以40万美元成交 约合人民币280万元 这可能是地球上有史以来最贵的一只兔子 不过这只天价兔 你仔细看并不完整 尤其是底座和耳朵部分 而在上海博物馆里 则有一件完整的白佑兔 这种白佑兔应该为文房专用的纸镇 整体造型丰满圆润 洁白细腻 全身是有透明白佑 并且开片细密 非常的惹人喜爱 这是典型唐代拱献瑶的作品 拱献瑶就在今天的荷兰拱义地区 大名鼎鼎的唐三彩 就是出自这里 古时候 白兔往往被视为祥瑞之兆 地方官爷只要逮到白兔 便会立马送到宫里 古人在记录中 也常将白兔与孝行相关联 如旧唐书和宋史 都有记载 行孝之家出现白兔的故事 日本的东京国立博物馆 珍藏了一只来自唐代的兔子 这是一只三彩蓝幼利兔 刻画传神 灵气十足 在日本的朋友不妨去打个卡 据说像这样保存完好的唐代利兔 全球不超过五件 弥足珍贵 圆明园兔首 清乾隆年间 现藏于国家博物馆 圆明园的悲痛回忆这里就不说了 圆明园的兽手不管到哪里巡展 你都很难挤进去拍到一张好照片 2009年2月26日 兔首以1400万欧元的价格 在法国加士德拍卖会上被拍卖 买家为厦门星河艺术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收藏顾问蔡明超 但她表示不会付款 最终留拍 紧接着便被法国的皮诺家族买下 2013年4月26日 法国皮诺家族在北京宣布 将向中方无偿捐赠圆明园的属手和兔首 2013年6月25日 属手和兔首安全运抵北京 2013年6月28日 弗朗索瓦皮诺在捐赠仪式上为兽手揭幕 兔首流落百年终于回家 从此兔首正式入藏国家博物馆 自古以来 兔在许多文化中都认为有神性 埃及神话中的伊西斯 奥西里斯 希腊神话中的狩猎之神 阿尔推弥斯 都和兔子有着密切的联系 美洲原著名阿尔冈昆仁则是崇拜兔神 他们相信正是兔在大洪水之后 重启了世界的秩序 而在古希腊关于赫尔莫斯的神话传说中 兔子也有着相似的特点 兔在我国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 要不然也不会在十二生肖中做第四把交易 早在商朝甲骨文上便有兔的记录 最早的文字记录则是来自诗经 有兔圆圆 治黎鱼罗 到了先情 兔子摇身一变成为了餐桌上的美食 一直传承至今 而被古人视为祥瑞的主要是白兔和赤兔 瑞印图便有记载 赤兔大瑞 白兔中瑞 那时候要是见到白兔和赤兔 简直就是天上调宝 可以直接送到皇宫换取奖金和证书的 或者直接赏赐你一个小官位 也说不准哦 今天看到这么多瑞兔 相信大家肯定已经强位缠绕 说不准明天就会碰到好运了